是公民黨的余德寶先生 因此我們建議以污染者自負的形式 即是按量收費、公平負擔的原則 成為垃圾收費的政策 有五項的措施建議 第一,使用預繳式的專用垃圾袋裝廢物 使市民可以親身處理廢物 達至污染者自負的概念 第二,為了保障低收入人士 可以參考現行的水費觀念措施 向所有的單位提供免費小量的垃圾專用膠袋 可以去減輕有關人士的經濟負擔 第三,就是將按量收費的收入 全部投放在減費的研究 或者教育和支援環保回收的事業上 第四,就是將大量的家居費物 納入這次的收費範圍裡面 並且鼓勵運輸公司和垃圾轉運站 為每一件大型的廢物作定價的收費 有助回收大型的家居費物 最後,同時也是推行工業和家居費物的收費 以免導致固體廢物的轉移 影響徵費的成效 另一方面,在全面廚餘回收方面 現行香港每日棄置的廢物 有3,280公噸都是食物殘渣的廢物 因此我們要減少製造和回收廚餘 是減少香港高垃圾量的一個關鍵 有4個可行的設施可以建議 第一,就是建立廚餘回收系統 將廚餘和一般的廢物分開回收 並以一些堆肥或者分解的技術去處理 第二,也可以參照德國或者瑞典等國家的做法 推田區是禁止回收廚餘 又或者製造一些經濟的誘因 去鼓勵民間或者企業 去發起減少浪費食物的行動 從而去減少廚餘 第四,就是推行這個食物人行 將生產過多的食物或者廚餘 可以交給社福機構或者民間團體去回收 再者就是這個廢物回收和處理的措施 必須要再加以去完善 去鼓勵或者教育市民 自行將這些廚餘或者廢物 適當地去回收它的項目 有三個建議 第一,就是興建廚餘堆填 或者分化團體的分化處理的措施 或者是預留工業或者特殊的用地 給處理一些電子的垃圾 或者是塑膠回收的設施 或者是預留一些市區的公共地方 作一個回收的分類點 最後,支援環保生產和回收再造產品 工商業亦都要履行回他們的環保責任 採用一些比較環保或者可回收的物料生產 有四項建議 政府首先應該要以身作則 去全面落實環保採購 並且以這個同等優先的採購原則 去取代現行的制度 第二,向公營機構或者慈善機構 社會團體提供一些資助支持的環保採購 最後,公民黨希望有關的當局可以採納以上建議 多謝主席 好 好